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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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一下這次代言的心情 因為這次還有拍了一個短片 對 就其實真的很開心 然後因為大家對之前那個全壘的廣告 就是應該印象都很深刻 因為都拍得很幽默 然後我想說哇 終於有人發現我幽默的一面了 但是其實影片拍出來其實是很感人的 很溫馨的這樣子 然後文道水也想說 因為大家對那個全壘先生的那個形象 其實還蠻深刻的嘛 然後他就是那種感覺很老實 然後面無表情就可以很有喜感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欸 難道我在他們的眼中也是這樣子嗎 但是就真的很開心 對思想是很幽默的 會講笑嗎 我是覺得我還蠻幽默的啦 但是別人有沒有這樣覺得 我就不曉得 應該還蠻幽默的 那演了這個廣告有沒有戲劇魂爆發 想說可以再接個戲來演看看 目前沒有 對 所以沒有打算想要 因為這個那個影片裡面的那個角色很容易啊 就是其實就是真的很像是在演自己 就是一個主婦嘛 然後去超市買菜啊什麼 這些真的都是我平常會去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挑戰性這樣子 所以沒有引發戲魂 那有想說可以有機會的話會想要重回就是戲劇的部分嗎 呃如果以後有機會的話 就是如果有心動的角色的話 可能會再考慮吧 對因為現在還是 暫時還是以家庭為主 因為我的兒子今年要念小學了 所以他現在又要展開一個他人生的新的階段 所以我就想說在他這一段那個過度適應期啊 就是盡量的能夠陪他這樣子 那婚人這一次就是代言咖啡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說 你是不是其實自己很喜歡喝咖啡 然後一天大概都會喝幾杯 我是真的每天都喝咖啡 然後也喜歡喝咖啡 但是因為之前喝太多 就是以前可能早上也喝 然後下午也喝 然後就會發現好像到了晚上會有一點睡不好 所以我現在盡量都是讓自己在早上 晚上的時候喝咖啡 就是可能大概過中午12點 一點就不會再喝咖啡了這樣子 然後就慢慢也養成一種習慣 就是每天早上一杯咖啡 就變成我一天開始的一個啟動 就是一個儀式感這樣子 那剛才你今天主打是離家出走 給自己一個清優的時間 那有沒有自己想要享受自己時間的時候 就不想要老公或是孩子在旁邊的時刻有沒有 有啊有啊 我覺得這是應該不只主婦吧 每一個人心裡都會想要有一段這樣的時光 因為就真的現在很多人就是身分都很多啊 有時候真的就是想說 哎呀可不可以先脫離一下那些角色 然後就是回到自己 因為你自己跟自己相處有時候真的是最舒服的 就是你可以不要有任何的包裝 然後也不用去顧慮太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做自己這件事情 因為不能把自己關在自己的小世界裡啦 因為我們還是要跟世界互動嘛 然後還是要有一些人際關係 所以我覺得雖然是做自己 但是保持人與人之間那種 基本的尊重跟禮貌 還是要記得的 丟掉一個身分喔 不方便講啦 丟掉哪一個都怪怪都不太對 那剛剛有提到黑洞是自己 就是講述心想的話自己寫字或什麼 會跟老公講嗎 不太會耶 對啊 因為我有時候真的會覺得說 有時候自己有一些 比如說情緒不好的時候 負面能量比較多的時候 就是你一直在說好像會變成一種抱怨 那有時候也會造成別人的負擔 所以我就覺得說把它寫下來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然後我真的有時候回去看啊 自己寫的之前那些情緒就會 真的會覺得好笑 那時候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如果是還沒有解決的話 你反而就是過一段時間你再去看 然後你會想說 喔這個情緒可能是一直以來都會存在 都會有的 然後我就會去想一些方法 去把這個情緒看怎麼樣把它轉換掉這樣子 那剛剛其實有講到自己有很多多重的身份 然後自己就是 兒子會不會很黏膩啊 就是怕你自己要一個人的時間 然後他會覺得想說媽媽這樣 因為他現在有在學校上課嘛 所以我就還算好 就是不是每天都要24小時去伺候他 然後我現在也會讓他慢慢去學著獨立 比如說我現在開始就會 會讓他學著自己洗澡 就是跟他說那個步驟 但是我還是會在旁邊盯著 因為沒有大人在旁邊還是會有一點危險這樣子 然後就教他怎麼洗澡 然後睡覺的時候就是怎麼樣 可以放故事來聽 然後不要媽媽在旁邊陪 就是慢慢慢慢的用一些方法讓他去 就是訓練他可以開始獨立一點這樣子 那他會不會有想說跟你說他喜歡學校的人啊 有太戀愛了嗎 對啊 他一進幼稚園就有了 對啊 就是大概去上學了三天回來跟我說 媽媽我有一個喜歡的女生 那你怎麼說啊 然後我說喔真的 那媽媽可以看看他嗎 他就說不行 因為是神秘朋友 我想是有多神秘 就想說才上學三天這樣子 但是後來就慢慢好了 他可能就覺得大家都是朋友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想說他之後什麼時候可以步入 這樣談戀愛的那種小路管教 現在太早 他才五歲 現在講這個會不會太早 都五歲就開始了 喔 對啦我好像自己幼稚園的時候 也有喜歡的男生 真的 你初戀是幼稚園 那樣就算初戀啦 我真的記得很清楚 然後那個時候幼稚園畢業 然後因為要表演 然後我就剛好跟我喜歡的那個男生選 我們要表演那個什麼 T-O-O-B-L-O 然後就一個阿公一個阿婆嘛 然後他就演阿公我就演阿婆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好開心 心花怒放這樣子 對 那觀眾可以幫我們分享一下說 喜歡喝咖啡的原因 是因為說可以暫時忘記一些壓力嗎 還是怎麼樣 嗯我覺得那個變成我的一個習慣 就是長期以來以前可能就是因為工作的時候想要提神阿 或者是比如說我們早起然後想要消水腫就會喝咖啡 然後後來就慢慢變成一個習慣就覺得好像少了它 就一整天就有點不對勁怪怪的這樣子 而且我喝咖啡也會自己會挑那個口味阿 因為我不喜歡太酸的 然後我有試過喝全連的真的還蠻好喝的 對 慧倫剛剛品牌有提到說 他們大概有六成以上都是四十五歲的婦人 嗯 我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你也已經步入家庭 甚至有小孩了 對 也超過四十五歲了 對你們來講這一杯咖啡是不是賦予很多的意義 真的是很relax 對我覺得尤其可能是主婦這個身份 我覺得常常都是很多時間給了家庭 然後我甚至有小孩的話 就是很多時間就是在照顧小孩 然後就是都是在付出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要給自己多一點時間 然後那什麼時候可以讓自己獨處 我覺得就是可能你就是給自己一杯咖啡的時間 讓自己可以很放鬆 然後可能就先不要去想太多那種家庭的琐事 什麼事還沒做然後接下來要怎麼樣 就是讓自己很放空 然後輕輕鬆鬆的 然後慢慢的去喝那一杯咖啡這樣子 我覺得就是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這個品牌他們現在為止就是七成的客人都是婦女 那你覺得因為以前 對剛剛有公布這個數據 就是說因為以前啊 你吸引都是哇都是少男殺手 男生都非常喜歡你 你代言之後你有沒有覺得說 會吸引更多的可能是主夫來喝全臉的咖啡 我希望啊我當然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主夫啊 然後或者是主夫如果有結婚的話也可以學著 就是帶太太去買菜 然後主夫進超市買菜 然後讓太太坐在那邊喝一杯咖啡 這樣也是很好的體貼喔 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動靈的秘訣是什麼 其實就是剛剛有拍一些可愛悲緣的動作啊 就是你怎麼保持啊維持 這個問題已經從2009年的年底問到現在 對就就你可以掉資料嗎 好啦謝謝 謝謝 你們過年有變胖嗎 還好 謝謝 應該沒有吧 看起來是沒有 我有我過年有變胖一公斤 可是 超過分喔 超一公斤 我很克制 因為我就是知道過年的時候 過年的時候是最容易變胖的時候 所以其實我還蠻克制的 所以就是過完年然後就回到健身房報到啊 然後就戰上體重肌的那一刻其實是心裡很緊張 然後想只多了一公斤 然後就還蠻開心的這樣 謝謝 哇是不是看了非常的有感覺呢 很觸動的人氣的一部宣傳影片喔 那當然我們還有精華版 可以讓大家看個更過癮 來請看 要請大家給予熱個的掌聲 讓我們先歡迎全聯OFCOFFE代言人 九一一代首席怪巨女蘇慧倫 不好意思喔 他們要我要加上介紹 我加上午安 哇好棒喔 看到本人來到了現場 你有沒有看到我們旁邊有18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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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那今天呢 我相信在場的所有的嘉賓 還有所有的美女朋友都很開心 可以就是親眼見到慧倫 剛才我們都有看到影片了 這個影片當中啊 因為其實在影片裡面 就是有媽媽的角色 有妻子的角色 然後但是呢 你在影片當中 離家出走了 跟我們全聯OFCOFFE有一些比較密切的情感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心情 因為大家看到剛剛影片就知道 我就在裡面演一個 其實還蠻接地氣的主婦 是 沒錯 那我覺得現在我們大家好像每個人都有很多不一樣的身份 那有時候偶爾我們就會想要 脫離某一些比較固定的角色 然後就讓自己跟自己相處 可能是利用一杯咖啡的時間 或者是聽一段音樂的時間 或者就是只是一段放空的時間 就是要讓自己可以做自己對不對 那在現實生活當中 你會等先生跟小朋友出門之後 去觀光超市 然後呢 或者是買一杯咖啡 享受一下自己的悠閒時光嗎 會 會 因為其實超市不是每天逛 但是咖啡一定是每天都會喝 然後我就是偏愛在早上喝咖啡 然後就是對我來說 就很像是一天的那個啟動 一個開始的感覺 很好 很棒耶 咖啡真的是很重要 我來說也是一天 就是啟動自己全身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像是一個儀式感 對 關鍵沒錯沒錯 是一個儀式感 那當然呢 因為你保養的這麼的好 這個我一定要問一下了 你在影片當中 我們有一個黑洞 它可以抒發你的壓力跟情緒對不對 那你自己在生活當中呢 有沒有什麼方式是可以讓你疏解壓力的 然後維持包養好體態呢 我大部分的時候就是用運動 對 運動是一個很好的就是疏解壓力的方式 然後另外就是有壓力 其實有時候就是需要一個出口 那如果你有一個好的朋友 然後他可以聽你說 就是他有時間也有耐心聽你說 你就可以跟他聊一些你心裡的這些很 比較有壓力沉重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時候不想麻煩別人啊 像我自己 我是有一個粉子 然後我就會把自己心裡的一些 murmur 然後或者是一些比較 情緒不好的事情記錄在裡面 然後有的時候 就是過一段時間再回去看那個粉子 看到那些情緒 有時候反而會覺得很好笑 對 就是可能已經 時間就已經 掛解了那些情緒 寫下來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OK 大家可以學起來喔 寫下來或者是運動 或者是呢 就可以直接一杯咖啡的時間 跟自己對話 對不對 這樣就一個出壓的方式 那因為這一次呢 我們Tray of Coffee 他的slogan就是 就讓自己做自己 你覺得要怎麼體現這個slogan呢 多留一些時間給自己 其實我小的時候 真的就像那個影片裡面那樣 其實我是還蠻木納 然後就是很內向 不愛說話的這樣 但是因為演繹這個工作嘛 然後就是也會訓練自己 變成比較需要去表達自己 但是有的時候就會想說 在自己獨處的時候啊 然後就是讓自己比較放鬆的 就是沒有任何包裝 然後也沒有任何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會回到一個比較根本的 那個原始的自己個性的狀態 然後就會覺得很輕鬆 對 所以我覺得好像就是需要 有一段這樣的時間 讓自己跟自己相處 就是獨處這樣子 然後去感覺得一下自己 原本的那個很 比如說小的時候的自己啊 然後很同心的那個自己 最內心的自己 你要就是幫自己充電嘛 這樣子的話才有力氣跟能量 然後可以再出來面對這個世界 再去迎接諸多的挑戰 沒錯 好 那當然呢 在這個影片當中啊 其實有一幕說被帥哥撞到 對不對 那這個的話 不曉得你現在 就是如果再遇到小鮮肉的話 會不會有一些 比上少女的那種遐想呢 遐想 對我有首歌叫 七溫三十七度的遐想 對 在那個去年發的面面專輯裡面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有啦 這是主婦多 但是對我來說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 比較理性的人 所以我可能會看 撞到我的那個人 有沒有讓我心裡的小鹿出現 OK 你懂嗎 我懂 小鹿有出現才會亂撞 當然啊 對 但是沒關係啊 我們就是想而已嘛 我們沒有行動 對不對 發生的事永遠不會有答案 對啊大家就聽聽歌 開心一下遐想一下這樣 好 那今天呢 很開心就是 會不會可以擔任我們 Challion of Coffee 的一個代言人 我們在此呢 在接下來的時間 想要來進行一個啟動儀式 好 那我要請你先稍稍 也再次的邀請 這位流行李馬丹妮 也幫我們來到我們台上好嗎 謝謝 好如果有需要拍攝的媒體朋友 也請大家幫我們先準備好你的手機 跟相機 那待會呢也請協理跟惠倫 麻煩兩位 小心臨的腳步 直接站到我們台階上 好兩位呢 手上現在 好嗎 好 稍等稍等不及 我們可以先拿著咖啡豆 先拍照一下 先看一下中間的攝影鏡頭 中間下方 中間 中間 這邊也好 好先看一下中間 來接下來麻煩幫我們 來來來來來來 中間還要是嗎 好的 好因為我們今天媒體朋友 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可能要麻煩兩位幫我們 稍微 衍生停留久一點點的時間 好我可以換左手邊了嗎 謝謝 來我們看一下左手邊的媒體先進 謝謝 今天感謝大家的麗玲喔 謝謝 左手邊的媒體朋友 再給大家三秒鐘的時間 好 中間再到中間 接著呢 我們待會要請兩位幫我們看一下 後方的電子媒體朋友 好 中間下面 中間下面 謝謝 等一下我要借用各位的聲音喔 我們待會呢 倒數三秒鐘之後 要麻煩 協力以及會不會幫我們 把你手上的這個咖啡豆 可以直接倒到我們的咖啡杯裡面 好 待會還是會有給大家補充畫面的時間喔 來 請先把你們的聲音借給我 讓我們一起來倒數 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三 二 一 哇 全面 全面升級 我們有百分之百的 與您認證的精品 阿杯豆 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享受 讓自己做自己的非常美好的一個時光 好 謝謝 來我們請兩位呢 幫我們手上拿著這個手拿牌 一樣在讓現場的媒體先進 可以來捕捉畫面 謝謝 好一樣先看一下中間下方 先看一下中間下方的媒體朋友 謝謝 謝謝 鞋裡在那邊 右邊一點鞋裡排子 右邊 好 排子有點擋到臉了 好謝謝 來我們看一下右手邊的媒體先進 謝謝 現在大家可以在全聯福利中心 就可以享受到一杯精品等級的好咖啡喔 大家好 我們要先請工作人員先幫我們 把這個手拿牌先收下來 然後也請協理可以先回座 稍稍休息一下 讓惠文可以讓現場的媒體朋友來補充畫面 要一起嗎 好 那個邀約 惠文邀約您一起變成杯圓子 協理 來來來 好 我不是走娛樂 謝謝 沒事沒事 今天 難得來現場 協理 對啊 好 哇 好可愛喔 對 杯圓子就是要可愛 好 先看一下右側的媒體先進 笑容要可愛 可愛 要笑喔 好 中間 好 中間 好 接下來左手邊 左手邊 太可愛了 好 好 沒有 好 還要沒有 還要沒有 比個愛心 天哪 協理太幸福了 真的太羞 好 比個愛心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天哪 好羨慕喔 可以跟偶像晉具影的 拍攝 好 看一下右手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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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來左手邊 左手邊拍過了 還是有人會聳一下 給大家最後三秒鐘 我要讓協理先回到座位上 好好地來沉澱一下自己的心情 他現在心情有點太亢奮 謝謝協理 小路亂撞,他講到這個關鍵了 我們請會的幫我們拿著這個 先幫我看一下中間的攝影鏡頭 謝謝您 好 來,這個階段會讓大家拍攝多一點點的時間 那也麻煩各位都幫我們確認一下 是不是有拍照眼神喔 如果有照顏保持在原本的位置 好,待會兒也會到拍照的情境區 來好好讓大家捕捉一下我們的裡面畫面 謝謝 可以嗎? 站在杯子旁邊是嗎? 好,杯子旁邊,不好意思,小心台階 好,對 然後我們站在前面,好 先查一下,台階也收一下 拍子收起來 這裡嗎? 對 好 沒有,台階先收 台階會拍到是不是? 好 我們把他為樓梯拿走就好 好的,好的 謝謝大家 也幫我們注意到 感謝各位 好,看一下右側,謝謝 好,來幫我們看一下鏡頭 用左邊的鏡頭喔 好 好 謝謝大家 來,那我們回到中間的所有的媒體朋友 出動了鏡頭 他們的所有畫面呢 請幫我們把全聯OPPOFI的大藝人拍美美的喲 好,來,接下來左手邊 謝謝 謝謝 可以嗎? 好,還有沒有哪一位 原體先進 來,右手邊 好的 三秒鐘 兩秒鐘 一秒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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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幫我們稍稍的等候 就是傑里 來,再次請傑里 幫我們回到舞台上 傑里呢 搜集所有的這個 我們專輯杯套 但要麻煩惠魯在上面幫他簽個名 好 這些杯套呢 都是在 剛才特長跟大家說到了 我們在2月的時候呢 會推出3款限量版的 然後3月的時候呢 我們也會推出18款 不同的 在這個 所有經典款 就是歷年的專輯裡面的一些照片 那也可以 各位 可以好好去搜集一下 就可以跟傑里一樣 有18款的 經典款式 我們的杯套 好,謝謝 大家可以先幫我看一下 中間的媒體朋友 好 板子可以扣一點嗎 板子再扣一些先 對,這樣才不會擺光 這個是在我們全聯才擁有的 全聯OfCoffee的 蘇慧倫獨家杯套 好,等你一起來收集 看一下中間 好,看一下中間 謝謝 謝謝 好,謝謝 謝謝大家